有没有想过梁公子是不是出事了 不会的 什么不会出事的 你要乱咒他 我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对不起小姐 我不该惹你哭的 我没哭 我不哭 不哭 崔儿啊 给我戴上吧 老爷 切吧 是 你看看三十多年了 越来越漂亮 一点都不嫌老啊 三十多年了 你的习惯也一点没有改变 只要对我甜言蜜语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什么鬼主意 说吧 有什么事求我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看都三十多年了 我也没好好夸过你 刚要开口夸你 又被你赌回来 真是枉费了 我昨晚还特地为你写了一首好诗 写了一首诗 对啊 你别哼嘛 我念给你听听 我写得不好 你可别笑我啊 何止是笑啊 写得不好啊 我还要打你呢 你来听听 好好好 诸是夫人不是人 九天仙女下凡尘 八个儿子都当贼 你说什么 偷来福寿谢娘亲 如何啊 赏我什么 赏什么赏 我还没罚你呢 怎么了 你不喜欢吗 喜欢 只是你啊 写得太晚了 我们澄清这么多年 你这还是头一次给我写诗呢 对不起了 夫人 对不起了 你若喜欢的话 我以后天天给你写诗诗 好了好了 一首就够了 写多了 我的信匣子还放不下呢 对对对 赶快把它装起来 让孩子们看见了 都不好意思 来来赶快赶快 快快快 你还知道不好意思 爹 娘 不好了 怎么了 曹娥江派的田地 被江水淹了 许多店铺呼着回来 说死了好几个人呢 这这这这 这还了得 赶快去赶快去啊 好 这这这 行行行 好 不要怕 哎呦 这么多流民呢 这这万一在路上出了事怎么办呢 哎 真搞不懂山伯为何这么急 非要我们这个时候去不可 如今天下大乱 山伯是怕我们现在不走 到时候就走不成了 娘 我饿 我走不动了 教宝 再过一会儿就要到冒险了 那里有一个清官梁大人 他有好多好多粮食 到了那里啊 我们就可以吃饱饭了 乖 啊 咱们走吧 哎 大嫂 你也知道冒险出了个好官呢 我们两个正赶着去呢 对对对 是吗 大家一起去当冒险 梁大人的死民吧 哎 对对对 走 走 快走 呦 看来咱们山伯 胜得名望呢 山贼来了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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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让开 夫人 没事吧 夫人 让开 没事 没事 谢谢 谢谢啊 这些山贼 真是越来越猖狂了 是啊 我以前听说 他们专与士族作对 现在怎么连平民百姓都抢了 就是 就是 夫人 要去哪里啊 我家夫人 要往茂县 去找我家公子啊 是啊 去茂县 我也是去茂县 去找我的同窗好友梁山伯 他在茂县当县令呢 你是山伯的同窗 夫人 您认识梁山伯 梁山伯就是我家公子啊 原来是梁伯伯 晚上寻聚伯有礼 快快免礼 这不巧啊 这下咱们可以结伴同行了 是啊 哎 寻公子 这会儿不是在泥山书院读书吗 怎么下山来了 哎 咱们边走边说吧 哦 现在 战乱四起 山长眼见就要危及书院 忙命停客 同学们苍忙逃离 山长带着一家人隐居山林 霓山书院的故人 琉璃失所 生死未博 哎 怎么弄成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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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告首领 这是弟兄们连日攻城掠地的收获 特此供奉 啊 好 好 好 留一箱给我娘 其余的 全部分给弟兄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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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夫人 这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夫人 您就收下吧 别让我们难做 是 娘 谢谢吧 您跪累了吧 娘 您今天念了多少遍经啊 你杀了多少人 我就念了多少经 娘 天气凉了 您怎么还穿得这么单薄 儿子给您的衣裳 您怎么一件都不穿呢 抢来的东西 我不敢上身 娘 这些东西 都是儿子对您的孝心哪 你别说得这么好听 这些不义之才 我不稀罕 娘 那你稀罕什么 我见娘没有一天开心过 你认为儿子做的还不够多吗 你不是做的不够多 是做的太过头了 我不要这些金银珠宝 绫罗绸缎 我只想回到过去 那种平淡的日子 过去的日子有什么好啊 我们在士族的眼皮底下度日 受尽屈远 毫无尊严 这些年来 我好不容易凭借着仲家兄弟 改变了地位 哼 过去那个懦弱的苏安是死了 所有士族给我的侮辱 我要以牙还牙 让他们常常被欺凌的痛苦 孩子 你都已经被仇恨求困住了 只有忘记仇恨 你才能真正得到平静和快乐呀 娘 我为什么要忘记 我忘不了那种没有尊严的日子 我更忘不了 更忘不了古兴莲是吗 孩子 你为了一个女人 出卖自己的灵魂 你这样做值得吗 娘 你知道吗 这些日子 我没有一夜睡好过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会想起心连临死前的模样 我好恨你 我恨我当时自己没有能力去救她 孩子 你别这样 听娘的话 忘了她吧 不 娘 我忘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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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什么时候才能绝悟啊 河道从这里转弯的时候水流湍急 公子公子 马文才领着兵马杀进来了 走 走 马文才 你这什么意思 杨山伯 我们同窗三载 想不到会在这种情况下相会啊 马文才 你是这样对待同窗之意的吗 你仗着兵强马壮 如此胆大妄为 凭的是什么 就凭这个 朝廷直指你抢夺军粮 煽动百姓作乱 杨山伯 你 认不认罪啊 截取军粮 振济灾民 是我的主意 跟百姓无关 我跟你回去面圣 分辨清楚就是了 废话少说 给我拿下 是 干嘛 你们干什么 谁干过来 公子 我将梁山伯就地正伐 公子 你们放心 我相信朝廷会体恤百姓 我会平安回来的 押走 公子 走 走 怎么办呢 大人 公子 梁大人 大人 大人 梁大人 大人 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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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前面就是 不知山伯穿上官服 戴上官帽 是个什么样子 一定啊 威风八面 气度非凡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去看看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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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说 我跟马将军入朝面圣 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们千万不要忤逆朝廷知道吗 大人 大人 你别放下我们不管啊 大人 梁大人 梁大人 别放下我们不管啊 梁大人 你们要听江师爷的话 好好治水 好好耕作 来念那个大丰收 大家别担心了回去吧 都回去吧 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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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山伯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娘 您放心没事的 我很快就会回来了 孩子 夫人 娘 山伯 山伯 不 你们放开我的儿子 我儿子不会干坏事 是谁 是谁冤枉我儿子 是谁 是我 你 你是谁 马文才 你儿子在泥山书院的三年同窗 既是同窗 又三年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抓我儿子 那要问你呢 问我 没错 就问你 有你这样黑心肝的母亲 才会教出做强盗的儿子 她强抢军粮 山洞明乱 天底下 再多几个像你这样的母亲 就算饶顺在世 天下也不得安你 你 住口 马文才 不许你侮辱我娘 你把这些话给我收回去 我的话收不回去 不过你梁山伯的尸首 倒是可以让你的娘给收回去 给我带走 不准 不能带走 不准你带走我儿子 不准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不会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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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路人 你害不住 马文才 你还是人吗你 他不是人 是畜生 大家打畜生呢 打畜生了 打死这个畜生 打死他 你们想造反是吗 对 就是造反 你这个恶人 你想害死梁大人 我跟你拼了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滚 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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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大人 一折一走 这个恶人 不但会把你害死 也会把我们都杀死 你千万 千万别上当 狗儿 狗儿 马文才 他只是个小孩 你竟然连个小孩都不放过 你分明是借机公报私仇 我要是跟你走了 你岂不是要杀光我的子民 梁城堡 红窗三年 连这小子都比你了解我 谁要是挡了我的道 你杀谁 你杀得了这么多人吗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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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攻击 你先别动手啊 咱们好还不吃眼前亏 这众命犯不得呀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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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马文财吗 怎么百姓和官兵打起来了 快快 快快快 关城门关城门 快 快把城门关上 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好 连官兵都打 这两三伯 这不是造反了吗 梁山伯 我看你能靠这帮乌合之众 乘多久 走 驾 哎呦 梁大人来了 梁大人来了 梁大人 官兵已经撤了 山伯 娘 山伯 要不是你深得民心 我看我们 实在对付不了马文财的 是是 可是我没有保护好百姓 我看他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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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台啊 等了好久了吧 开心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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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英台 怎么了 山伯都说了什么 山伯说 他已经写过二十几封信给我 问我为何没有回应 我问你们 那些信到底都去哪儿了 你别问我 我可不知道 慢慢 你们不说 我也知道是谁拿走的 英台 为 你 夫人 您可回来了 这样问您信者怎么没上锁呢 刚刚走得太急 忘了上锁 翠儿 诶 我不在时有人来过吗 没瞧见啊 翠儿 诶 我负了 你 把这个 对 有 我 没有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怎么会害他呢 他怎么能误会我 是伤害他呢 这夫子这么说 泥山书院不再开客了 学子们流离失所 山长一家又不知所踪 大家能求个平安 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哪里还能谈得上开客的事情吗 夫子 你呀不用难过 我们梁大人呢 罪念旧情了 你呢 就在我手底下当个差 我会照顾你的 你是说 让我在你身边当差 我是山伯的夫子啊 若要图个位子 也该是在他一人之下 你们众人之上吗 依我看 你只能在我身边当差啊 你 你是要抢我这个事业的位子 你凭什么呀你 凭什么 就凭 我是沙安伯和马文才的夫子啊 有我在 他马文才 绝不敢动冒陷子民 一根汗毛 公子 不好了 不好了 公子 怎么了 马文才从杭州调来大队人马 围在城外 还放话说 若是攻进城来 反而是在冒陷府衙任职的人 一个不留 杀无赦 一个不留 还杀无赦啊 上城去看看 走 走 老先生 老先生 这个事业 我不当了 还是留给你当吧 哼 剑锋十度 什么夫子 梁山伯 你给我听着 再不投降 我一直会围在城外 直到你和全县乱民饿死为止 这个马文才如此猖狂 俊博 别折断 我们现在战力不足 多支箭就多份力量 先留下来 找机会 再回敬给他 明台 只要想起你 我就经不住一个人发笑 办起公务来浑身都是剑 明台 明台 那天在你家门前分别 其实 我先是躲起来 再看着你一个人走进去 当时 我的心好痛 真舍不得离开你 明台 明台 你还好吗 为什么我写了这么多信给你 总不见你回信了 是不是变了 我们下令大 writer reve 我想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两个男人为了抢你而引起的 英台啊 你也算得上是红颜祸水了 人家照火拼人 面临生死存亡 却拿来开玩笑 好好 那我就正经跟你说 英台啊 同样是两个爱你的男人 我就搞不懂 你为何不选前程四锦的马文才 而要去喜欢一个命在旦夕的梁山伯呢 那个梁山伯又贫又贱 又不是食物 要是我啊 我就不会嫁给他 夫人 您再吃点吧 不用了 娘 好些了吗 英台呢 她好些了吗 不知道 我没有去看她 那你来看我做什么 因为她就是本身在阳子 episodes COD 我没去见她 dépend想吧 ад 什么人 我没有去看我 我还没去看我 然后可能她就会 给我站住 你 我还没去看我 露面 你 我还没去看我 我还没去看她 我还没去看我 你 我还没去看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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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贤侄 马贤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大人 有人夜闯军营被我抓到了 谁啊 你见了肯定开心 是你泥山书院的铜窗 当山伯 博士 来啊 把他押进来 是 走 樱台 樱台 是 樱台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帮 我是来帮山伯 抵抗你的 我也是奉命行事 我不是要故意为难梁山伯的 好个奉命行事 恭喜你马大人 是人受朝廷器重啊 樱台 樱台 你跟我说话 非得用这种口气吗 公仔 我有个法子 明天 我们把朱樱台押到镇前 这梁山伯 就不得不投降了 你给我闭嘴 谁敢弄朱樱台一根寒毛 我就要他的狗命 动别动 王大人 你干什么 我想要他的命 文才 他屡屡和我作对 难道 你都忘了吗 王大人 你千万别伤了朱樱台 他是 他是 他是梁山伯的结拜兄弟 你休想叫我放过他 明天一早 我就把他当做人质 去逼梁山伯投降 你不把他当做引导的 你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 他要杀手 我杀手 你那天 龙台 山伯 我是下来帮你的 可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银太出来 银太 沈伯 沈伯 都是我害了你 都是我害你的 都怪我 都怪我 可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办法来救你们了 沈伯 银太 沈伯 沈伯 你不能死 你答应过我 一辈子要跟我在一起的 你不能死啊 银太 你放心 我不会死 你别担心 你骗我 你已经中了两箭了 银太 我知道马文才善用功绩 所以在出生之前 在背部塞了一块木板 没受伤 割了块木板 所以伤的还不重 你骗我 我是骗人 但不是骗你 而是骗马文才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我都知道 你见我受伤 急成那个样子 我知道你关心我 这些我都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 不归路 不如天上 彼一天 你